狄厉热八公郡新剧《安乐船》开机主演们身高惊人都是大长腿 小说影视化是当下很多影视剧的剧情来源,一部部大IP被搬上荧幕,但结果都不尽相同,他们之中有的有的无人问津,有的红遍大江南北 特别是那些还主演阵容强大的,官宣的那一个就已经遭到了无数人的围观 由上海影视传媒出品,程子瑜担任总导演,马化干,苏菲担任导演,改编自尽将作者兴灵高芬家作《帝皇叔》的古装乐恋爽剧《安乐船》于7月20日举行开机仪式,主演龚俊与迪丽热八惊喜同框,两人扎着古装发型,身穿白色嫡婿,干净清爽,少年感满满 此次开机仪式上,幕后主创人员到场,刘宇宁,夏南,裴子天等一众主演也悉数亮相,高颜值实力派阵容季剧,引发关注 开机仪式现场气氛火热,制片人刘嘉丽,总导演程子瑜,导演马化干,苏菲,主演迪丽热八,龚俊纷纷发言表达了对该剧的美好祝愿,台前幕后主创齐发力,必将打造一部汇聚将心与诚意的高品质剧集 三位演员的身高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山河令里的龚俊比张哲瀚高出5厘米,形成了好客的身高差 刘宇宁在某视频中也高得粉丝只能仰望,迪丽热八更是为了拍戏把身高网低了爆 安乐船把这三位大长腿凑到了一起,可谓是赏心悦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